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地方 这个也是一个巧妙的地方 搜放 搜放 一般来讲 你要找出 借水子来龙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谢的所在 真正谢的所在 那个都必须要靠这个经验 完全都是必须要靠经验 所以有时候 到山讲这个洪水 要到山上去讲 到山里面 那直接讲比较清楚 哪里是搜 哪里是放 哪里是搜 哪里是放 哪一条龙是真的 哪一条龙是假 龙啊 本身有真的 也有假的 有佛的 也有死的 有力量很大的 也力量比较小 这些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次啊 跟大家讲 一个比较现实 这一次 这一次大家来西雅图参加这个法会 那就在上个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 刚好是摇石金母的这个诞辰 那么我呢 就在这边做佛前大功完了以后 去拜这个祖先的那边 功德殿 那么拜完了以后呢 就走到这个篮球场 我的习惯是到了篮球场啊 要投几个球 投篮投篮啊 拿起来啊 这个球啊 拼命拍啊 插板 空心 哇 这个打得很高兴啊 这个乐极生悲啊 很快乐啊 哇 打得很好 哇 你知道吗 这个 Congri的地方啊 跟草地啊 有差了 有差别 一个高 一个低 这个球啊 跑到外面去 就追啊 追这个球 追那个篮球 追啊 一脚踩过去 刚好踩到那个水泥地 跟草地的边缘 一个一个高 一个低的地方 刚好脚 刚好踩斜斜的 刚好踩一半 哇 这脚就去闹到 对脚 对脚 一踩下去 闹到 就怪了 你看 这一次 大家来 大家看到 四尊的脚 我看我每一次 这个上法座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 四尊的脚 他们不看我 在看我的脚 他们很聪明 他知道我脚 一定有问题 因为走路 好像在拖这样子 那个是大佛佛走路 才这个样子 因为大佛佛走路都很慢 所以我们跟着要大一点 就是要慢慢这样 拖拖拖拖拖 脚去闹到 很多弟子 刚刚来的时候 就跟师尊讲 有的住师尊早日康复 那么有的讲说 师尊你的脚是怎样 就问 有的就讲 众生很苦 师尊又在替代 又在替代 那有的讲 哎呀 我知道了 是赫博台风 他替那个台湾人 替代这个脚 有的讲 不是啦 他在美国 是TWA Airplane 替那些人 他替代超度嘛 有些人说 法会啦 超度法会啦 有的还讲 是伊拉克 伊拉克八个打轰炸 哇 这个师尊替代 哎 有的 也是很麻烦 告诉大家 有关轰水 师尊的脚是有关轰水 不过我讲出来啊 大家 也不要怎么样子 这个是 很正常的 师尊建彩虹山庄的时候 就把自己 师尊身上的气 整个人形 我自己的形 气 偷偷地藏在彩虹山庄 我把我自己的替身 我的替身 就踩在彩虹山庄的house 洋宅 就是整个彩虹山庄的房子 就等于师尊本身的替身一样 这是一个法 这是一个秘密法 师尊本身身上的气 跟彩虹山庄 洋宅 房子的整个山形 跟房子的气 完全是结合在一起 完全是结合在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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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